第981章 背叛的神殿法师 莫凡根本高兴不起来 因为在这个电话打来的五秒钟以前 还是这个号码 却发来的是一个三个英文的国际信号 翻译成中文就是救命 可还未等莫凡从那份惊恶中回过神来的时候 这个电话就打了过来 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语气 用一种看上去仅仅只是孤单害怕的口吻 这让莫凡一下子升起了警觉 莫凡将短信递给大家看 赵满言刚要继续译 引几句却立刻就闭上了嘴巴 这是怎么回事 射魂控星 那家伙操控了李宇额 想要利用他来将我引到他设下的陷阱里 莫凡非常肯定地说道 和李宇额接触虽然不算多 但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乐观和坚强的人 那番话 基本上不可能从他口中说出来的 当然 若没有之前这个奇异的短信 莫凡也只会觉得奇怪一下 可在这样的提醒之下 莫凡很快就联想到了 裴立 一定是裴立控制了 他 这个行刑人 当真歹毒 险恶 这一下怎么办 他可能有生命危险 赵满言说道 先别慌 裴立应该暂时不敢对他怎么样 我在电话里头告诉过他 我快到医院的时候会打给他 所以在我重新打给他之前 他不会有事 莫凡说道 莫凡的反应速度也是神快 他要不这样说 没准打完这个电话 裴立就把李宇额给杀了 我们通知神殿法师吧 慕宁雪说道 莫凡和玲玲都摇了摇头 这件事 他们并不想神殿法师来处理 很显然 裴立以前就与神殿法师有密切关系 神殿法师一出现 他必定逃得无影无踪 他们必须在纽约就解决掉这个行刑人 否则将来后患无穷 神殿法师只会将敌人给吓走 那家伙自以为是猎手 躲在暗中随时想要取我的性命 那我就让他明白 到底是谁猎杀谁 莫凡冷冷地说道 这回已经入夜了 即便主干道上也看不到太多的车辆 偶尔一架呼啸的跑车 划过一道绚丽的光线驶过 伴随着那些飙车党们 自以为吸引全程注意的怪叫声 殊不知那听上去只会如垃圾一样刺耳 橙黄色的灯光照耀着露面 几名晚下班的护士 踩着高跟鞋行走着 笑声倒是格外的清晰 灯光拖长一个修长的人影 其中一名护士 往这名男子那里望了一眼 忽然发现 他从两盏路灯之间的灯光芒区中消失了 神秘儿又协议 到了医院 灯光也主要以白色为主 莫凡站在医院门口 发现入夜后 这里人数比白天要少很多 再加上美国并不像中国人口那么密集 即便是医院大厅 也看上去空荡荡的 这是好事 否则等等战斗起来 驱散会变得极为困难 五楼病房 李雨娥躺在白色的病床上 眼睛凝视着天花板 窗旁 换了一身装束的裴莉 挑开窗帘往外望去 看上去并不是太过焦急 她有的是耐心 反正这次失手了 还有下一次 你为什么非杀她不可 李雨娥发出了疑问 小姑娘 你好像不是很害怕的样子 裴莉转过头来 脸上的笑容却很是阴沉 我已经落在了你的手上 怕也没有用 李雨娥说道 你是一个少见的普通人 哦 顺便说一句 假如你不卖饮品的话 兴许可以做一位心灵系的法师 你都快二十岁了 难道你从来不清楚自己 其实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吗 裴莉走回到了病床边 满目无聊地拿起了旁边的苹果 拿着水果刀慢慢地削着 我知道 但我不喜欢 李雨娥回答道 真是有意思 裴莉将苹果削好之后 切成了两半 一半递给了李雨娥 一半送到了自己的嘴里 李雨娥也不担心什么 取决了起来 我跟那小子 也没什么仇怨 只是奉命行事 他得罪了 最不应该就得罪的人 裴莉很有闲情地说道 什么人 李雨娥接着问道 哦 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这个人 你知道 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 裴莉说道 我都要死了 还谈什么 有没有好坏程度 李雨娥说道 裴莉看着她 不由地笑了起来 我发现你还真是有趣 不过呢 我得提醒你 很多惹恼了那个人的人 他们用一辈子 在哀求他 让他赐他们一死 只要能让他们 舒舒服服地死去 手刃亲人 他们都愿意做 你确定 你要知道这个人吗 裴莉说道 那还是算了 不过 我看见你的手背上 有一个很大的圆霸 有很多的刻痕 好像是后面弄烂的 但那好像是 神殿法师的手背信徒 你以前是神殿法师吗 李雨娥接着问道 裴莉抬起手 看了一眼自己右手手背 她憎恨这个图案 为了取掉它 不惜将手背给戳烂 可是即便面目全非了 这个女孩 仍就是认出来了 裴莉可以很肯定 假如这女孩 愿意成为魔法师 一定会是一位 相当出色的心灵系法师 没有任何觉醒 洞察力都可以如此出众 那是我的耻辱啊 裴莉扬起头 看着天花板道 很多人已成为 神殿法师为荣 李雨娥说道 所以世人大多愚钝 可怜我曾经也是 这群人的一份子 是那么的 对他们的信念 不带一丝怀疑 我为他们 付出了我半辈子 肩负起了 不属于自己的责任 只希望他们 能够照顾好我的女儿 他们没有做到 偌大的自由神殿 坐拥全世界 最强的法师 他们竟然连一个 像你这样年龄的女孩 都保护不好 裴莉面带着笑容 她在叙述着 这些事的时候 脸上并没有半点痛苦 就连语气 也没有任何的激动 可在这李雨娥看来 并非是她的情绪 有多平静 反而是一种 极恶如愁 到了极致的表现 发生了什么 李雨娥问道 我有一个女儿 我用尽一切去呵护她 看着她长大成人 她被选入 帕特农神庙神女殿的那一天 比我自己进入自由神殿 成为神殿法师 还要让我欣喜若狂 更让我感到骄傲与自傲 我还有一位上司 她犯了错 神殿不希望她遭到责罚 于是一直将她是做大哥的 我愿意为她承担这一切 我被逐出了神殿 更被废除了一身 苦修得来的修为 我的这位上司答应过 我会让我女儿 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师 超越我这小小的神殿成员 我相信了她 甘愿做一个 没有一丝力量的人 哪怕是青嫂纽约大街 我也觉得 这一切都值得 然而有那么一天 有一个东西要我的女儿死去 要将她拽入到死亡深渊 连灵魂都不放过 我祈求我的那位上司救她 她没有做到 我亲自与那个 杀死我女儿的东西 拼死决斗 可我没有一丝丝的魔法 那一刻 你知道 我有多渴望自己的魔法 回到我的身体里吗 在最亲的人哭喊声嘶中 如同一个废物老狗般 趴在旁边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裴莉表情 依旧没有任何太大的变化 温和得有些怪异和可怕 李宇娥沉默了 她并不知道 魔法师的世界 究竟是怎样的 可听裴莉描述的这些 却能够感受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残酷 那个人 让我恢复了我的魔法 甚至让我变得比以前 更加强大 所以你觉得 那个人向我提出 杀掉一个小子 这样简单的要求 我会拒绝吗 裴莉说道 李宇娥刚要说话 这时 手机忽然间响起来了 李宇娥已 最快的速度接通 正要朝着电话里头大喊 然而裴莉速度 比李宇娥更快 她还没有喊出声来 双眸 就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神采 带着空洞于目呢 你来了吗 李宇娥问道 我到了 你是在哪个病床 莫凡询问道 五楼 走廊尽头的这间 你一个人不来吗 是啊 难道你要见我 我还带上一个大灯泡吗 莫凡笑了笑 嗯 正好 医院到了这个点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我先挂了 别急 我不知道路 我在五楼了 你说走廊最尽头这间是哪间 右边的 还是左边的 这里有两间 我可不想走错 莫凡说道 只有一间 亮着灯的 李宇娥回答道 哦 你不是一直在病房 没有出去过吗 怎么知道只有一间啊 莫凡说道 一旁正在操控着 李宇娥神志的裴莉 愣了一下 她马上意识到什么 豁然转过身去 一柄柄黑色的剑钉 一下子朝着裴莉飞来 裴莉完全没有留意到 莫凡这家伙 是什么时候到的 明明还通着电话 巨影钉的禁锢 极强 即便是她这样的修为 可是让巨影钉 全部刺中了身体 一样会被黑暗之力 给压制的 难以念出半个魔法来 最重要的是 裴莉刚才一直在 和李宇娥说话 回忆着自己不堪的往事 却没有注意到 灯光的亮度 莫名的变暗 整个楼道和病房 都弥漫着一股 难以察觉的黑暗气息 根本不敢再在这个屋子里 多待半秒钟时间 一转身 就往窗外撞了出去 第982章 心结炎 附体 你来了 李宇娥恢复了神志 满脸惊喜地看着莫凡 你是我见过 最厉害的非法师了 这次 我不会让她逃走了 莫凡很肯定地 对李宇娥说道 李宇娥会有 后面跟上的疆域 来照顾 包括这个医院附近的人 疆域他们也会 在最短的时间 将他们全部驱散 私业统治的范围 可不仅仅是这栋楼层 事实上 整个医院 已经被莫凡的黑暗 给包裹着了 就宛如四叶神的一件斗篷 可以将巨大的土地都罩住 裴莉 跳出了窗户 落在了医院后头的 露天停车场中 她脸上带着几分恼怒之意 她不明白 对方究竟是如何 识破自己的陷阱的 明明一切天衣无缝 难道说 是那个特别聪明的女孩 在自己进入她房间的那一刻 她就察觉到了 并提前告知了 莫凡这小子 可恶 自己居然栽在了一个 普通人手上 裴莉闭上眼睛 将自己的心灵感知 给释放出去 心灵感知 不受丝业统治的影响 所以 方圆数公里之内 有神殿法师出没 她都可以感知到 别忘了 她的手背上 还有与其他神殿法师 一样的守备信徒 这让裴莉可以清楚 其他神殿法师的动向 嗯 没有神殿法师 很快 裴莉脸上 就露出了疑惑之色 她的这种感应 是不会有任何事物的 每一个神殿法师 守备信徒 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再以心灵之念 扩散出去 没有任何一位神殿法师 可以逃过自己的感应 所以 她可以肯定 方圆数公里内 根本没有一位神殿法师 也就是说 来的 只不过是莫凡自己 如果是她 那自己 为什么要逃 这家伙 完全是杨颂虎口啊 露莉缓缓地转过身来 正好看见莫凡 化作一道紫黑色的霹雳闪电 从五楼的高度 一轰而下 在大地上 卷起了一场凶猛的电灾之暴 裴莉对此毫不在意 这种程度的攻击 她挥挥手就能够化解 她 咧开了嘴 看着莫凡道 我差点上了你的 当 你附近根本没有任何一位神殿法师 没有想到吧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神殿法师的动向 我是来取你狗命的 莫凡说道 别忘了 几天前 你被我像丧家犬一样 追着 若不是神殿法师赶到 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裴莉大笑了起来 如果只是莫凡 裴莉根本没有必要走 你真以为自己很强吗 莫凡说道 至少杀你 是一件不费劲的事情 当然我还蛮好奇的 你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到医院 又如何避开 我的感知不下私业统治 你身上有一件很不错的暗影系宝贝吧 嗯 杀了你 我会将它从你的灵魂上撕下来 就算是一个残缺 估计也是宝贝 裴莉残忍地说道 莫凡手上确实有一件暗影系宝贝 这 还是她在不久前拿到手的 正是那个作为击垮红尸宫奖励的暗绝斗篷 这件暗绝斗篷所拥有的一个被动效果 便是可以隐藏使用者的气息 让修为比莫凡高出许多的人 都无法察觉到莫凡的存在 同样的私业统治的释放 也是暗绝斗篷的隐蔽效果起了作用 不然只要有半点黑暗元素侵入到医院里 以赔力的修为和强大的精神感知 都会发现的 暗绝斗篷确实是一件宝贝 莫凡这还是第一次使用 可惜 你这种小黑暗领域在我面前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领域 裴力狂笑了起来 空气温度骤然下降 刮来的风都黏着冰冷的霜气 裴力双手打开 就像迎接领冬道来那般 让方圆十公里的所有冰质元素都朝着他这里聚集 他闭着眼睛 尽可能地用他的冰质领域来驱散掉莫凡这四叶统治 然而 很快裴力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 冰元素 空荡荡的 这一片区域根本没有多少冰质元素 完全就像是有人提前将它们给全部抽走了 让自己的领域无法狂暴降临 换作平常 五秒钟不到的时间 他可以让狂躁的冰雹 将这个医院砸成废墟 可以让街道铺满厚厚的冰块 可过了十秒钟 除了一些寒霜冷气飘过之外 什么都没有 裴力脑目 他将自己的心灵感知释放出去 很快他察觉到了 在医院不远处的一栋高楼上 有一个冰夕法师 正在将冰质精灵给抽走 裴力对这个人的力量有一点熟悉 似乎就是当时与莫凡同行的那名 银色长发的女子 当初她打算与自己抢夺冰之领域 可惜她那点修为根本起不到效果 该死 被她抢占了 先机 裴力怒骂道 很明显 这方圆十公里的冰质元素 都被那个女子给吸纳了 一定是黑暗之力包裹医院的时候 同时封闭了她的感知 以至于这里冰之精灵 被一扫而空的情况下 她都没有察觉 你以为这种小手段 就能够和我较量 愚蠢 即便没有领域 我杀你 也一如反掌 裴力冷酷地说道 裴力说是这样说 可她并没有放弃 凝聚自己的领域 那女子的修为不如她 也就是说 裴力把范围扩大 将更远的冰之元素 给呼唤过来 一样可以形成一个 碾压一切的冰雹 领域 只不过这样需要花上一些时间 同样的 莫凡 其实也知道这点 慕宁雪告诉过莫凡 她可以让冰之领域 在这片区域失效 可以裴力的修为 大概最多 十分钟的时间 她便可以让这里 又充斥着足够多的 冰之精灵 也就是说 这十分钟内 必须解决掉裴力 否则她呼唤出自己领域 他们人数再多出一倍 也绝对不是裴力的对手 莫凡不是一个 喜欢留影患的人 为了自己之后的 顺畅历练旅行 这十分钟内 一定要把裴力给宰了 再还撒朗那 见人一分大礼 冰封 灵鹫 没有领域 裴力依旧是一个 高强的冰系法师 可以看到 她描画复杂星座的速度 快得惊人 冰白色的图座 在她周身点缀 再加上她强大的魂冰 其高阶 冰系魔法 就比其他普通法师 强上数倍 魂种是高于灵种的存在 裴力所拥有的 正是冰之魂种 即便领域 没有了 那实打实的破坏力 却依旧还在 一口森然 冰关 就那么从漆黑黑的头顶上 坠落了下来 那浩瀚的冻结之力 与坚固如今的冰灵鹫 一下子 罩在了莫凡的身上 莫凡一身的千军之雷 直接被压制焕散 就连煤炎 都很难再从体内燃烧出来 太快了 莫凡连雷系星座的三分之一 都没有完成 对方强大的冰系魔法 就冰封坠落 瞬间将它冰封在了 这硕大如小山的冰体灵鹫之中 灵鹫透明 裴力可以穿过冰体 看到莫凡那张惊恐万分的脸 不自量力 裴力激笑着 他甚至感到有些困惑 就这样一个闷头小子 是怎么获得撒朗的青睐 需要点名道姓的 要他向上头颅 冰体内 莫凡脸颊贴在那层冰冷刺骨的冰臼上 可怕的冰寒 正快速地入侵他的身体 要将他的血液都给冻住 宁宁 契约空间里 小炎姬发出了焦急的提叫声 这么快就要 你帮忙了 我还以为能够和他较量一份 来就来吧 让我看看 我们最新形态 究竟有多强 莫凡在心里对小炎姬说道 小炎姬兴奋地发出叫声 还在契约空间里 小炎姬就兴奋地像只一人小鸟 撞入到莫凡的灵魂胸膛之中 莫凡本就是一身炸药 被小炎姬这么一点 瞬间就爆炸狂燃 比之前强了不知几个层次的结炎 瞬间充斥了莫凡的体内 将之前闯入进来的冰寒之毒给 彻底清除干净 很快 这些结炎又从莫凡的肌肤中溢出 迫不及待地 要将周围一切都给燃烧起来 哪怕外面包裹着一层强大的冰封之山 仍旧阻挡不了这烈焰的奔涌 绝地 结炎 想当初莫凡第一次看到这深褐色火焰 那还是在灼圆北角 铺满地平线的火焰之浪席卷过来 如同世界之末日 气势滔滔 焚尽一切 此时 小炎姬的结炎 已经出具那天地结炎的规模了 霸道的根本不在意 是火 是水 是沙 必定让一切都被这赫红吞没 冰封灵鹫 开始融化 厚厚的冰山之体 已经不堪冲击地 出现了众多的裂痕 一开始 只有一些火苗 从裂痕中溢出来 随后是一道道 汹涌激扬的火蛇 再过一会 整座冰封灵鹫之山 都烧了起来 最中央的莫凡 全身 更是被这种褐色的烈焰 给包裹 周身飞扬的艳齿 绒将胶住的完美肌肤 灼光赤红的双瞳 在灵兵当中 丝毫不捡狂角的烈火 澎湃身影 莫凡整个人就如同 穿上了一件 天地之火焚成的战斗铠甲 气质与柔弱的魔法师们 截然不同 身上没有一处 不充斥着射人的爆炸焰熙 第983章 千余火凤 这 这是 裴莉看着浑身 都化作了一个火焰魔人的莫凡 脸上露出了几分惊骇之色 这种状态 可是相当罕见的 除非火系的掌控力 达到了非常可怕的境界 裴莉再仔细观察 终于从莫凡的身上 感知到了另外一个生命体的存在 附体型元素召唤兽 裴莉恍然大悟 脸上多出了几分冷漠之意 莫凡身上的火焰 彻底粉碎了周身的冰体 顿时强大的火之焰 吸涌了起来 幻化作了一片片 光亮无比的火红色羽毛 羽毛形成了两翼翅膀 喷射出的烈焰 让莫凡冲飞了出去 充满力量的飞翼泉 划破黑暗 燃出一条火龙 狠狠地往裴莉身上砸去 裴莉原本打算往后退 却发现莫凡的速度快得惊人 于是双手并用 凝聚出了连续好几座冰之山面 冰之山面高度 已经接近五楼高的医院了 厚度堪比几栋 连在一起的大楼 随着飞翼泉撞上来 煞时这几面墙的 冰山竟然全部化 变成了白色的烟 请客间蒸发了 全力之风咆哮 将裴莉给刮飞了出去 裴莉落在了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双腿站得很稳 那双射人心魄的 眼睛紧紧地盯着莫凡 和那天相比莫凡的气势 截然不同 裴莉承认自己 还有些小看她的实力了 可即便如此 这小子也绝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 冰凤 裴莉高喊一声 便看见她的头顶上方 由无数的细小冰晶 组成了一只棱角分明无比的 冰晶云凤 那四翼冰体构成的巨大翅膀 完全舒展开的时候 甚至可以遮盖 整条主干道的宽度 咯吱咯吱咯吱 两边的房屋 因为这头冰凤的出现 而化作了冰体 冻结之力呈现白色 所过之处 无不化作冰雕 一 冰凤扇动着翅膀 带着强大的冰支压迫 朝莫凡这里飞来 莫凡能够感觉到 一股极强的冰系毁灭元素 充斥在这头幻化 而成的冰支云凤身上 冰凤撞来 莫凡背后的飞翼 喷发出无数的火焰 带着莫凡一飞冲天 随之那冰凡 好像有生命一般 翅膀重重的翼卷 竟然也追上了天空 莫凡的火翼并非是飞行 只是一种短时间的 速度爆发与推进效果 一看到那头冰凡 脱离了街区冲上空中 它不敢有半点怠慢 一口气 将全身所有的烈焰 都集中在自己身体上 用截眼与眉眼来护住 自己 碰 冰凤在飞到莫凡面前的时候 豁然碎开 可以看到白色的元素冰效 呈现弧环冲击波的形状 往街道上方这片夜空席卷扩散 空中一下子遍布林冰 看上去就像一块巨大的冰云 悬浮在了街区上方 反射下了城市的霓虹 莫凡此刻就在这林冰冰团的最中央 一身那霸道的雷火 勉强令那些林冰没有贯穿他的身体 只是他现在的情况更加窘迫 完全像是坠入了一个冰壶里 想要魔动 就得将冰体给彻底粉碎 破 破 破 莫凡一拳又一拳 重重地砸在这空中冰壶上 碎片不断地掉了下来 还没有触碰到街道 房屋便融化成了水 终于 莫凡用允泉在这冰云上 轰开了一个大窟窿 融化的冰甚至化作了一个瀑布 灌溉在街道上 莫凡从里面逃了出来 落在了一栋汉堡店的房顶上 还未等莫凡身体暖和几分 忽然四面八方的冰间 集中地刺了过来 每一道冰间都有五六米长 锋利如刃 封死了莫凡所有可能魔动的路线 莫凡看到这一幕 第一时间将身体内滚滚烈焰给释放出来 顿时一道融浆火柱冲飞而起 所有的冰间在撞上莫凡这融浆火柱后 都融化成水气 融浆火柱高温 甚至让天空中冰壶也慢慢地变成了水雾 还想施展魔法 莫凡扫了一眼培力 手掌豁然一甩 街道上 一个大广告牌 莫名地从楼房中脱落了下来 笔直地往裴莉头顶上砸落 裴莉抬头一看 那混着电线 电话的广告牌 不比一辆汽车的重量了 他哪里还敢原地描画星图 星座急忙朝旁边闪去 骑 莫凡意念一动 整条街的高架路灯 全部拔地而起 悬浮在了半空中 纷纷化作了莫凡的武器 随着莫凡手一指 便全部朝着裴莉撞去 乘着裴莉应付这些隔空遗物时 莫凡高高抬起了双手 慢慢地拖起了一团火球 这火球和平常的火姿不太相同 火姿平日就跟C罩杯那么大 一个手刚好就能够握住 抛出去之后击中了目标 便会产生灼烧 焚骨 爆裂等后续的效果 而现在莫凡双手拖起的这个火球 就夸张了 刚换出的时候便相当于一口大铁锅 并且在短短的两秒钟时间 扩大成了一间屋子的规模 火球猛地往培莉那里扔去 就看见这惊人的火球 撵着好几条车道 一路翻滚着 铺成了一片鲜红的烈毯 培莉看到这块要填满街道的火球滚来 脸上也露出了几分惊慌之色 她疯狂地唤出冰墙来 要阻挡着翻滚巨型火球的肆虐 可没有领域的情况下 她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 凝聚出足够强的防御来 哄 巨大火球 不仅撞碎了所有凝结在她面前的冰山墙 更撞在培莉身上 可谓是从她的身上直接撵了过去 好夸张的魔法 远处 赵满岩看着那毁灭火球 一时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裂焦黑一片的街道上 穿上了楷模具的裴莉 一脸狼狈地从地面上爬了起来 她那双眼睛 愿毒地盯着莫凡 更愿毒地扫了一眼高处的慕宁雪 没有冰雹领域 她的实力大打折扣 这让裴莉反而感觉有些束手束脚 她眼睛一转 假装对莫凡发动攻势 结果忽然间利用冰锁飞到了空中 兵锁在空中穿插飞过 裴莉也整个人踩在兵锁上快速地移动着 其中一道兵锁直直地飞窜 向了慕宁雪所在的那栋楼中 裴莉步伐极快 走着这独木兵锁正迅速地接近慕宁雪 莫凡的战斗力有些超出了她的想象 裴莉觉得 自己先干掉那个干扰了自己领域的女兵系法师 把领域的掌控权给夺回来 那样再解决莫凡会轻松很多 可是 赵满言 蒋少旭两人又怎么会让她如愿 他们早已经潜伏在了慕宁雪周围 就等裴莉这家伙中招 兴混求证 蒋少旭早早地布置的心灵系陷阱 在这个时候终于起作用了 裴莉还没有接近慕宁雪 没有到攻击距离 结果四面八方出现了一柄柄心灵鬼剑 刺向了她的头颅 心灵鬼剑带着极强的刺痛效果 精神上 灵魂上都会承受巨大的痛苦 裴莉算是警觉性很好了 在踩入这个心灵陷阱中的时候 立刻改道 从中撤离了出来 她没有遭到心灵乱箭的穿刺 只是脑子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短时间内 难以施展任何复杂的魔法 莫凡 好机会 快灭了她 蒋少旭大喊一声 莫凡一路追来 她的速度可一点都不比裴莉慢 尤其是背后 那喷射入火箭柱推气的火雨 让莫凡瞬间爆发出入一枚炮弹般的速度 与冲击力 飞翼允拳 烈火熊熊 在这惊人的速度之下 莫凡这一拳 还在蓄力的过程中 周身已经飞舞出了数条 气势凛然的火焰蛟龙来 结岩冲出 如火山喷发 涌动着毁灭之息 全芒如流星 滑破夜空 几条街区内 闪耀夺目 一样的陨泉 却随着结岩的威力大增 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毁灭力 被这股力量完全锁定的陪力 转过头来的时候 便感觉渺小的自己 被扑面而来的死亡之火 陪力倾斜地打回到之前的那条 破碎不堪的街道 他还在半空中倒飞之时 莫凡背后的火雨便全部瓦解 鲜鱼火凤 火翼散开 变成了数千火雨 凡蜜如新地点缀在莫凡周围 将半空中的莫凡 衬托得更加威灵 之前 莫凡遭受了对方的一个兵凤之息 这次莫凡就还他一个火之凤凰 羽毛 不再像之前那样 一片一片地飞向目标 然后有层次感的爆破 而是直接在飞向陪力的过程中 组成了一只巨大的烈火之凤 翅膀一扇 烈焰焚烧了夜色 千余火凤紧随着倒飞出去的陪力 陪力刚刚被飞翼蜿磚落 千余火凤接踵而来 撞上陪力的那瞬间 顿时一朵震撼的爆破蘑菇火云涌了起来 城区都因为这剧烈的能量 而烟红一片 好 好强 全程打酱油的赵满炎 看得都呆住了 无论是火焰蛟龙四亿飞舞的陨泉 还是千层火凤的二段 席卷 莫凡的火系魔法 岂止是用一个酷炫至极来形容 连毁灭力都足以令许多老高阶法师 无比汗颜 不得不说 小炎姬这次蜕变 让莫凡的火系能力 也得到了一个质的蜕变 第984章 一十二鸟 一片焦土 一块巨大的地坑 莫凡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人 为了减少赔偿 莫凡特意将赔力这家伙 往房屋上的地方 轰 不然这半条街的所有店铺 都得化为乌有 火焰残留的地坑里 裴莉浑身溃烂 嘴边更有大量的鲜血溢出来 她有些艰难地站起身来 身上那件魔铠 早已经变成了破烂挂在她的身上 不再起到任何的保护效果 受到攻击前 她将所有的冰之力 都往自己身上凝聚 幻化成了一件厚厚的冰铠 不然那千余火凤落下来的那一刻 她就被这高温的烈焰给彻底蒸发了 抹了抹嘴边的血 裴莉恼怒的浑身都在颤抖 她现在知道 撒朗为什么要清点她的人头了 不得不说 这小子是她见过最强的年轻法师 无论是多个系种的 令人垂涎的天生天赋 还是那特殊的附体契约火之精灵 裴莉自己在对方这个年龄 绝对是被邪虐的 能把我伤成这样 也算你有几分本事 可惜 你根本杀不死我 裴莉裂开发烂的嘴 残忍地笑了起来 你想要逃了吗 莫凡也讥讽道 下一次 我一定会取你的性命 裴莉没有打算再站下去 你上一次也是这么说的 莫凡慢悠悠地道 裴莉恼怒的眼神中 更带着浓浓的杀意 可没有了领域 裴莉要杀死莫凡远 没有那么轻松 这次是上了他们的当 中了他们布置的陷阱 这才会如此狼狈 可等自己领域恢复 杀他们一如反掌 裴莉转身就逃 她并不怕莫凡追过来 因为再过几分钟 她的领域就会重新回到手上 到那时 追上来的莫凡 就是自寻死路 裴莉迅速地逃到了另一条街道 她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莫凡有在追 却没有追得非常紧 还好 神殿法师始终没有出现 裴莉稍稍松了一口气 她最担心的并不是莫凡 以莫凡的实力 即便没有领域 她要杀自己也绝没可能 只要神殿法师不来围追堵截 没有人可以拦住她裴莉 再过一会 领域就回归了 现在裴莉最在意的就是领域 她开始有些后悔 后悔自己小看了莫凡 自己也不该在明知道 对方布置了陷阱的情况下 还和他们这样对拼 行星人 什么时候杀人都可以 不急于一时 刘德青山在 你就是黑教廷行星人 撒朗的走狗 忽然 一个声音 诡异地从裴莉的身后 转了 出来 裴莉愣了一下 猛地转过身来 便看见一个脸色偏黑的冰冷男子 站在他不到十米的距离上 什么时候 这家伙什么时候 出现在自己身旁的 刚才他 环视过周围 根本没有人 裴莉反应很快 立刻开启铝模具 身体 化作一道冷光 飞窜向另外一条巷子 冷光在长长的巷子中 以极快的速度飞驰 碰见转角后 又如闪电一样转折 裴莉一连飞驰出了四五条巷子 这才稍稍慢了一些速度 然而 前方空间出现了一阵模糊 紧接着银色神秘光辉一闪 刚才那个黑脸冰冷男子 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一双带着愤怒与怨怒的眼睛 就那样死死地盯着他 裴莉有些呆住了 此人看上去有些熟悉 似乎是中国国府成员之一 裴莉之前有看过他们的资料 此人是他们的队长 第一次袭击莫凡的时候 这人并没有在 何况在裴莉看来 他们国府成员所有人都在场 也没有用 他 要杀谁 谁都阻拦不了 可是 现在撞上这名中国国府队队长时 裴莉竟然感觉到了几分危险气息 此人的修为 国府学员里 怎么可能会有修为高到这种程度的人 鬼行 爱将图守城找 虚空一掐 顿时站在裴莉身后的那恶鬼 闪烁起了猙獰的红光 那一双鬼爪猛地握住了裴莉的咽喉 裴莉脖子上立刻出现了 惊心的鬼爪印 而他的灵魂 更是被那只恶鬼给拧了出来 不需要神殿法师 一样 可以解决掉你 屋檐上 姗姗追来的莫凡 从上面跃了下来 落在了裴莉的面前 裴莉已经受了重伤 爱将图更在附近徘徊多时了 那诅咒之力 基本上扼住了裴莉的命脉 他想逃根本没有可能 更何况 在一个拥有瞬息移动的空间系法师面前提涛跑 让你先蹦打 空间系法师原地点跟烟抽到烟屁股 再追上来都来得及 这家伙 我们自己处理了 还是交给神殿法师 莫凡问了一句 交给他们神殿法师吧 有件事 你可能还不知道 爱将图沉着声音说道 啊 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两人正交谈之时 裴莉娜已经传来了 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鬼行恶鬼 正抓着他 不断地撕扯啃咬 他自身身上没有半个伤口 可灵魂却伤痕累累 其实 一开始在知道 这家伙曾经是神殿法师的时候 灵灵就觉得 要请人帮忙 也不能请神殿法师 对方敢那么有恃无恐地 在大街上行凶 说明 他根本不怕神殿法师 于是 莫凡把爱将图给叫了过来 爱将图一直都没有出手 事实上 莫凡和爱将图两个人联手的话 打没有领域的裴莉 也绝对不成太大的问题 怕就怕在裴莉感觉不妙 撒腿就跑 说好要在 纽约干到这个行刑人 就绝不能让他跑了 爱将图 便在暗中一直观望着 等待最合适的机会出现 拿下裴莉 裴莉太去 在意神殿法师了 觉得神殿法师才是 对他造成威胁的人 事实上 爱将图的实力 也不逊色于一些正统的神殿法师了 莫凡请他出手 确保万无一失 爱将图是中国军方人 其他和莫凡关系一般的人 或许不太愿意 与黑教廷有什么牵扯 但爱将图 是绝对不会放过黑教廷的 古都浩劫 中国军部 已经彻底实行了 对黑教廷不过问的诛杀令 多折磨折磨 别让他有机会 把领域换起来 不然我们所有人都拦不住他 莫凡提醒了爱将图一句 嗯 爱将图点了点头 他看了一眼远处 面目全非的那条街道 蛋蛋道 你要赔不少钱了 我想 我帮了神殿法师这个大忙 他们会给我报销的 莫凡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那条街的人 赵满炎和江玉 已经驱散了 没有人人伤亡 就不会有太大的罪责 毕竟当街行凶的邪恶法师 不拿下 才是最大的罪过 爱将图看了一眼裴力 看了一眼他右手背上 那个刻痕严重的图案 开口对莫凡说道 虽然击拿了这个行刑人 但这次 还是让黑教廷给得逞了 得逞 得逞什么 莫凡感到疑惑 要说诱饵的话 自己才是诱饵吧 大摇大摆地走世界 任由黑教廷的人 来找自己麻烦 然后来多少收多少 你觉得以黑教廷的狡诈 他们真的会愚蠢到 要当街行凶吗 爱将图说道 这我也很困惑 莫凡道 莫凡觉得 以黑教廷的行事风格 他们应该会找一个 自己落单的同时 又在偏僻之地的地方 下手 这样不仅成功率大 失败了 更可以全身而退 赔利的行为 嚣张的有些怪异 再离自由神殿不到五公里的地方下手 这不等于让自由神殿的人 快速支援过来吗 即便赔利对自由神殿的动向 了如指掌 那也冒太大的风险了 他们难道目的不是要杀我 莫凡忽然觉得蹊跷 开口问道 他们是要杀你 但杀你只是他们目的之一 或者说 只是顺带做的一件事情 在你赔利当街行凶的那天夜里 自由神殿的一件禁物 被盗了 爱将图说道 莫凡眉头一锁 目光转向了 已经被折磨得 瘫软在地上的培利 这家伙 是一个诱饵 莫凡说道 嗯 郑主 应该已经带着那件禁品 离开了纽约 他们故意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并通过培利能够 掌握神殿法师动向 来盗取那件神殿禁物 虽然杀你 也是其中一个目的 但他们这一石二鸟之计 自由神殿 是在不久前才察觉的 爱将图说道 莫凡心 一下子沉了下来 撒朗这件人 手段 玩得是真的令人咬牙切齿 莫凡本还想把他们行刑人的尸体 给送去 算是回撒朗一份大礼 谁知道撒朗玩弄了 自由神殿的法师们 表面是复仇行凶 真正目的是盗取禁物 是什么 禁物 重不重要 莫凡开口问道 我知道的 也只有这些 自由神殿那边 应该不会胜张这次 被盗事件 不管怎么样 我们把培利给缉拿了 也不算是损失惨重 把培利交给自由神殿吧 但愿他们能够从培利这里 追回他们被盗的东西 爱将图说道 嗯 莫凡点了点头 爱将图见莫凡心思凝重 脸上却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 开口道 话说回来 以你实力越来越恐怖了 黑教廷的人 都没有预料到你提升速度这么快 他们估计得头疼 究竟要派出什么级别的行刑人 我倒是希望他们红衣主教亲自来 莫凡说道 红衣主教出面来对付你的话 他们黑教廷也离毁灭不远了 爱将图说道 撒朗当然不会亲自露面 即便他拥有碾压莫凡的实力 因为撒朗一旦露面 莫凡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化身恶魔 将他当场杀死 第九八五章 海边巨骨 飞扑雾浪下 一身红衣的高条人影 站在那里 他左耳边的耳垂上 正挂着一个发出通讯声音的耳钉 行刑人赔礼已死 那一头 一个沉闷的声音说道 哦 真是 令人失望 红色人影淡淡地应了一声 我们要的东西 赠送往目的地 嗯 很好 红色人影说道 需不需要再派人去解决掉那个家伙 那个沉闷的声音 问道 无妨 那家伙也不是想杀就能杀的 另找机会吧 红衣人影说道 他实力提升得有点太快了 连赔力都结果不掉他 我担心他的实力越来越强 对我们会变成一个更大的隐患 毕竟他天生双戏 若是令他到达了抄街 他会强得难以抵挡 沉闷声音道 放心 我不会让他有机会活到抄街 撒朗说道 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您如耶梦加德 耶梦加德 或许吧 大西洋的海 似乎更加的蔚蓝 干净如冰镜 在没有任何波澜的时候 可以将白色的云绸天空的 完全地踏映下来 提诺阿亚是葡萄牙的 一座靠近大西洋的 最美最神秘的城市 也是海洋猎人们的聚集地 几乎每一个要探索大西洋 想从充斥着宝藏的海洋中 获得财富的猎人 都会在这里停留 同时也会在这里 将他们的财富 在一夜之间挥霍而空 无论是遍地美女的海边酒廊 还是喧嚣的赌场 亦或者魔法师的斗场 这里总会有 玩不尽想不尽的奢华 此刻还只是下午的时分 温暖的阳光 优雅地洒落在海平面上 柔和的浪花 就如同姑娘们的裙边 在海风在荡漾着 一名喝得名鼎大醉的老法师 坐在木栈道上 这条木栈道 是往海面上延伸出去的 宛如一座木桥 到了夜里 总会有很多人来这里乘凉 老法师红着脸 不停地嘀咕着他的同伴 对他同伴 当时出海的表现大为不满 我都告诉他了 一定得将水域魔法捏在手上 他假如不那么自打 稍微听听我的话 就不至于 被那只雷沫鱼给跑了 老法师康德 喋喋不休地道 旁边是他的同伴 终年满是胡须 他喝得比较少 在旁边劝慰着道 那你也不能因此提出 让他离开队伍 你要知道 我们一个这样的队伍 要凑气是多不容易啊 不都是为了猎海妖吗 不都是为了钱 何必这样 呕气 老法师康德契的一排 栏杆 刚要说话的时候 忽然间看到海平面上 出现了一艘象牙色的巨轮 他喝得实在太醉了 只感觉那象牙色的巨轮 有很多重影 就那样缓慢地朝 这座城市的海口飘了过来 好大的轮船啊 可我记得提诺阿亚城的海域 有规定 不让这种吨位的巨轮停靠的吧 旁边的胡须男子说道 哼哼 等我列了只 统领 也买上这么一艘 然后再上整个提诺阿亚城的姑娘们 环游大西洋 等回到提诺阿亚城的时候 我得让轮船上的人口增加一倍 老法师带着几分荡气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旁的胡须男自然听得了 其中的意思 也笑了起来 目光不由地 又看向那手带着几分凛然气势的象牙白巨轮 随着象牙白巨轮慢慢靠近 胡须法师神色渐渐地僵住了 那双小眼睛也从眼眶中凸了出来 康德 那 那好像不是轮船 中年法师声音带着几分愕然的道 怎么不是轮船 这世上 还有别的什么这样庞大的东西 漂浮在海洋上的吗 难不成是一只巨型海妖 老法师康德 醉意阑珊地说道 真 真不是巨轮 中年胡须法师渐渐意识到不对劲了 声音变得尖锐了起来 海平面上 那像牙白庞大生物 离海港越来越近 其身形远比一开始看到的更惊人 这样眺望过去 仍旧感觉他已经霸占了整个眼球 康德揉了揉眼睛 一席怪异的海风吹来 他就 渐渐醒了 他抬起眼重新望去 这一望 老法师康德顿时觉得 头皮要炸开了 一下子被那扑面而来的惊悚震撼 给吓坐在地上 冷汗如雨 老法师康德 怎么都是一名老猎人了 也即将成为猎人大师 可他从未见过眼前这样悚然恐怖的画面 一句 海骨 那根本不是一艘像牙白的轮船 在海洋上飘荡 而是一具触目惊心的庞大海骨 正随着海浪一点一点地 被拍到了这座城市海边 骨骸非常完整 可以通过其骨架 大致想象出其活着时候的 灵力霸气模样 也能够想象 得到它必定是一只 可以在海域中横行的霸主 而此刻 这只生物变成了一具海骨 宛如 废弃瓶 垃圾罐 烂木头一般飘荡到这里 换作是任何一个 见多识广的法师 都会吓得浑身贪软 因为哪怕是一具海骨 是一具死物 这东西 仍旧带着令人心悸的压迫力 与威胁性 他那需要仰视的争名头颅 那堪比巨轮的骨架 最细思极恐的是 这样一个海洋霸主 究竟是被什么 变成一具白骨 将其杀死的东西 又得有多么可怕 我 我 我去通知联盟 不知过了多久 胡须法师 才中那滔天惊海中 回过神来 带着几分结巴地说道 好 好 老法师 依旧坐在木栈道上 他贪软的双腿 完全不听使唤 连栈都站不起来了 这具骨 栩栩如生 老法师纵横海洋这么多年 也从未听闻 和见过这样的震撼海兽 两位老法师震惊之时 他们头顶上空 正有一架客机飞过 并慢慢地降落在 这座提诺阿亚海边城市 飞机上 坐在靠窗位置的莫凡 正俯瞰着这座 美丽的海洋之城 不巧就看见下方那一幕 你看什么呢 赵满言凑了过来问道 下面有艘很奇怪的白色轮船 感觉要把那小海港给塞满了 莫凡嘀了一句 轮船嘛 也就那样 就是觉得有点大 再大的游轮 我都见过 这小地方的船 算不了什么的 赵满言一脸傲然地说道 第986章 在线逆咒 海风吹来 隐约能够嗅到 这具巨大海谷上面 散发出来的一种奇怪的气味 正弥漫在了这个小小的港口之中 此时港口木栈道处 已经围满了人 他们都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 一时间各种可怕的谣言 在这些人骇然之中 逐渐酝酿 相信用不了多久 便会传遍整个提诺阿亚城大街小巷 这个 这个确实有点大 大的夸张 赵满言咽了一口 眼睛都有些瞪出来 坐在飞机上望下看的时候 就觉得这白色的东西 和小小的港口 有几分违和感 可等它们落地 然后亲自到这现场看之后 才发现 这海谷确实相当惊人 这种级别的生物 怎么会被弄成这副样子 骨骼好像非常的完整 可身上没有一滴血和一丝肉 内脏就更不用说了 男爵说道 江玉 你看下这是什么生物 莫凡推了推旁边的食妖专家 一脸认真地询问道 旁边的赵满言顿时一脸无语 叫道 你这也太难为人了吧 这应该是一只海浆猛马 其头颅和上身四元骨巨像 下半身却是晶体 一般都是栖息在远海 深海之中 不属于喜欢侵扰人类的海兽 海妖 但却是许多凶残海妖 都要绕到行走的 极为蛮横的霸道生物 这东西 一天要吃上十几只海妖 才能够维持身躯正常机能 而且从来都是一口生吞 它们还有一个称号 就是轮船杀手 在历史上记载中 被这种海浆猛马撞毁的豪轮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还都是那种轮船上都是法师 轮船承受能力 堪比统领级生物的 江玉 一口气说道 莫凡点了点头 而赵满言 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尼玛 这一堆骨架子摆在这里 江玉都能认出其品种 识别能力 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在神秘的海洋之中 像这种体型的生物 称不上泛滥成灾 可品种也绝对不会少 这家伙死了没超过两天 江玉接着说道 这么大体型的生物 死亡后 身体腐烂成骨 需要很长的时间吧 怎么可能没超过两天 莫凡说道 你们看它的牙 哦 那不是脚 是牙 类似于象牙的那种牙 海浆猛马的牙 价值超过千万 可以用来做铠模具和斩模具的 它的牙 现在才开始泛黑 而海浆猛马死亡之后 牙会在几天的时间 就彻底变成黑色 如碳石一般 整体都发黑之后 这牙就毫无价值了 江玉说道 莫凡抬起头 注视着那高高扬起的飞扬之牙 正如江玉说的那样 它开始泛起了黑色 我还是不明白 海洋之大 存在着比海浆猛马更强的生物 是可以理解 可这句 海骨相当的完整 根本不想有经过冲击和碰撞 而即便海浆猛马 被实力碾压一击秒杀 可它身上的皮 肉 内脏 雪都哪里去了 更何况 骨不是很重的吗 为什么跟轮船一样 漂浮在海面上 蓝爵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你们也真爱管闲事 赶紧去他们的国管 解决掉他们 就可以去下一个地点了 显然 谁都无法解释 海边这亥然一幕 包括那些 已经在提诺阿亚城市 多年的猎人团们 只是这样一具巨骨 停靠城市海口 居民们难免心慌 一只海浆猛马弱势 闯入到这座城市来 都可以对城市造成毁灭打击 何况这一片海洋之中 还潜藏着 可以轻易杀死 海浆猛马的魔鬼 恐惧是会传染的 走在大街上 总是能够 听到人们的窃窃私语 基本上都在讨论着 下午的这件事 想必很多新闻报社 也已经开始你搞了 准备上第二天的头条 莫凡是一个 好奇心很重的人 那 海骨给人的视觉冲击 确实很强 而这并非是重点 重点是这海浆猛马 如何死亡的 疆域 海浆猛马的实力 大概在什么层次 莫凡忍不住继续问道 最弱的 也得是大统领吧 在海边的那家伙 从他的牙和体格来看 有可能接近君主级了 江玉说道 见 接近君主级 江玉 你别吓我 赵满言浑身一哆嗦 接近君主级的 生物如此惨死 这不就代表着 提诺阿亚城市附近 有真正的君主 还是那种嗜血 吃肉的残暴君主 江玉 在没有说出这种 生物的级别时 大家都不以为然 可现在又是 完全两种心境了 似乎即便被这一整个 城市包围着 都没有半点安全感 我们赶紧打国管赛 打完赶紧离开 坐飞机离开 葡萄牙的国管赛 莫凡半点兴趣 都提不起来 反倒越听江玉说 莫凡越对海边海谷的事情热衷 你们想去就去吧 国管赛 我们应该能应付 爱江图已经从莫凡那眼睛里 看到了不安的光芒 有些无奈地说道 嘿嘿 那交给你们了 走走走 看八卦去 尼玛 那哪里是八卦 简直恐怖事件好不好 赵满岩不情愿去 但生生地被莫凡拖走了 最喜欢刺激的蒋绍旭 果然也加入到了 探寻真相的行列中来 让大家有些小意外的是 一向对除了修炼之外的事情 都漠不关心的慕宁雪 也挪出了队伍 跟在了这个小探险队的后面 莫凡 由此可以表明 慕宁雪 其实是那种外在如寒冰 内心极度追求刺激 喜欢冒险的女人 等哪天你把她推倒 哦不 等哪天 果然是一个赢 贼 就这么一件小事 都能够做出这样不要脸的推断 你这句话 要是被她听到 我他妈变身都救不了你狗面 莫凡说道 嘿嘿嘿 赵满言干干的一笑 莫凡其实也有些意外 慕宁雪 竟然对那具骨架子感兴趣 可很快 莫凡就发现自己搞错了 大家在朝着那海骨前行的时候 走在后面的慕宁雪 自己走了一条路 消失在了这片海边街巷中 这一带 海边街巷错落层叠 走近之后 跟迷宫一样 莫凡也没注意 慕宁雪跑哪里去了 无奈之下 只好继续往 谷架海口的方向走去 慕宁雪在小巷之中 穿行 木制的鞋跟踩在那阶梯上 声音有旋律地 在狭窄 污道中回响着 不知不觉 她已经走到了一座石桥上 这座石桥 是跨过这边的地基 通往另外一边的 半山海边别墅群 桥下 是一个浅滩 海水 正在往上漫 淹没了浅滩 将石桥下的沙子地 变成了小河 石桥外面 是一片看上去 并不干净的海滩 很窄的那种 海洋 被别墅半山给挡着了 仅仅看到海洋 非常有限的 一角 在这复杂地形中 迷路的海风 忽然打来 慕宁雪银色的头发 似凌乱地劈散开 露出了她整张 冰雪之际的绝美脸颊 唉 这个月第三个了 一名坐在石桥头 抽烟的老伯 重重地叹了口气 目光注视着浅滩处 那黑色的袋子 浅滩上有人 那是一名 穿着红色衣上的 火系法师 在火系法师面前 有一个高高架起的 木堆 木堆上有一个 被黑色袋子裹着的东西 有人将那黑色袋子 给撕开 而里面竟然露出了 一个穿着光鲜的人 那人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笔挺地躺在木架上面 火系法师完成了新轨 用带着金黄色效果的火焰 点燃了木堆 顿时整个木堆燃烧了起来 也迅速地吞没了 躺在上面的那个年轻人 木堆雪看到 火光冲起 不由地愣了一下 火葬 为什么在那个浅滩边上 举行火葬啊 这种形式的火葬 一般都是给 殡仪死去的人做准备的 难不成这座 看上去无比光鲜美丽的城市 其实存在着 殡仪 老伯 您刚才说什么 木堆雪走了过去 询问那位感慨的老伯 老伯 说的是国际语 这座提诺阿亚城人种众多 不少人都是说国际语的 这已经是这个月 在这里举行的第三次火葬了呀 老伯回答道 他是病死的吗 木堆雪问道 要是病死 那还不至于这样 人心惶惶啊 老伯说道 为什么 你还是不要听了好 这件事听了 你会做噩梦的 老伯摇着头 我想知道 老伯看着那堆火焰 看了许久 像是在等待火焰 将那具不祥的尸体 给彻底分尽 过了好一会 老伯才开口道 与其说病死 倒不如说是自杀 不 不 是诅咒 因为他们全都是自己发疯了一般 冲到海边 将自己身体浸泡在海水里 窒息干枯而死的 您 看到了 木拧雪眉头 一锁 无比严肃地问道 是啊 我看到了 如果要算上所有 这已经不是我在这里看到的第三个了 木拧雪心顿时沉了下来 他会走到这里 正是因为刚才途径 这附近的时候 有听街边的几个妇人在谈论此事 起初木拧雪以为他们说的是那海骨 稍微仔细一听 却让木拧雪猛地想起了 自己在日本东海城遇到的那件诡异怪事 逆咒 当初 木拧雪在矮地亲眼目睹了一个女法师 发疯惶恐地冲进了海洋 然后在短短的时间里 身体泛白 逆甩死 现如今 他又一次撞见了 竟然是在这相隔了快半个地球的葡萄牙海边城市 海风 再一次突如其来 吹打在木拧雪的身上 一种莫名的冷意 顿时在肌肤上涌了起来 第987章 国际悬赏池 过了很久 木拧雪都没有回过神来 逆咒 为什么相隔这么遥远的海域 依然会有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古怪海边诅咒的存在 木拧雪认真地询问了老伯一番 老伯也将他所目的事情 告知了木拧雪 原来 光光是在这片浅滩中逆咒死亡 就一共有八人了 分别发生在不同的时间里 老伯由于住在这里很多年了 所以才会知道 这种可怕的事情 然而 这个逆咒 究竟是因为什么 而出现 根本无从获知 你在这里啊 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看篝火 莫凡的声音 从背后飘了过来 木拧雪有些无语了 这家伙到底什么眼神 那浅滩上的是篝火吗 那是火葬 还有 谁 大白天会到海边上看篝火的 在东海城的时候 我看见了很可怕的一幕 木拧雪将逆咒的事情 给莫凡大致描述了一遍 莫凡听完之后 也是感到骇然无比 人会自己跑到海边淹死自己 而且身体泛白 尸体伪念 按理说 这是一种可怕的病疫才对啊 但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 病疫能够强迫人去自杀的 海骨的事情 你有什么发现吗 木拧雪问道 逆咒的事情 怎么都想不通的 木拧雪 只好将话题转到了那海骨身上 事实上海骨的 出现肯定要比逆咒更加可怕的多 那家伙的骨髓也没有了 骨头是大 可骨头内部基本上是空的 莫凡说道 这一次了解 大家总算明白 那海骨为什么可以在海洋上漂浮了 那具海骨连骨髓都没有 正负骨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 猎者联盟的人 已经派人在调查这件事了 只是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找出个所以然来 我想搞清楚这件事 木拧雪开口说道 我也想搞清楚啊 这么大一副海骨 肉没了 血 没了 骨髓也没了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莫凡说道 我是指逆咒 木拧雪认真的说道 莫凡一阵蛋疼 木拧雪这思维跳跃的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好吧 或许木拧雪第二次 遇到这种事情之后 满脑子都是这个逆咒了 确实 是想想在东京东海城 遇到的无比恐怖的事情 在另一个国度再次发生 可见这逆咒 已经远不是当初那么微不足道了 我帮你吧 好歹我也是一个猎人大师 莫凡说道 嗯 木拧雪没有拒绝莫凡的好意 不知道为什么 直觉告诉木拧雪 这种逆咒 在将来绝对会比现在所看到的 还要惊骇 木拧雪不想再看见某个海边 出现了这样的尸体 莫凡是猎人大师没错 但莫凡很多事情 还是会询问 比自己更加老道 和经验丰富的灵灵 灵灵还在纽约 应该是包老头有事情交代他 莫凡返回到旅店 找了一台网络通畅的电脑 将逆咒的事情描述给了灵灵 希望灵灵这边会有一些 有关逆咒的资料 灵灵手头上是有厚厚一大碟的资料库的 世界各地 发生的大部分奇怪的事件 都会记载在里面 听了逆咒之事 灵灵眼睛立刻贼亮贼亮了起来 你们在哪 灵灵询问道 葡萄牙的提诺阿亚成 你不会又要过来吧 莫凡问道 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总比回那破学校念书的好 灵灵说道 自从莫凡去世界历练 灵灵在魔都都要发霉了 没有事件 没有悬赏 没有动脑子 他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崩溃 那样的日子 他受够了 必须找到猎人该做的事 莫凡 我查过了 可以告诉你一个 好消息 灵灵当真效率惊人 马上就给了答复 好消息 一旁的慕宁雪 觉得 灵灵这句话 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当 像逆咒那样 悚然的自杀行为 莫凡雪实在很难和好消息 这一次联系起来 逆咒之事 国际猎者联盟 已经发布过悬赏 希望有猎人 解决这个在全球性 都出现过死亡案例的 骇人听闻之事 灵灵说道 原来世界猎者联盟总部 已经听闻过此事了 那看来确实不是偶然性的了 你说的好消息 莫非是 我们可以接这个悬赏 赚点钱 莫凡问道 经历了行星人裴力的事情 莫凡意识到 自己的实力 还是远远不够 裴力的领域 可以将自己压制成奈夫模样 在他面前 自己一身魔法 跟孩童挥拳般 滑稽可笑 莫凡很担心 下次再遇到这种 有领域的高强法师 自己是不是还会那么狼狈不堪 现在火系 雷系 暗影系 都已经高阶了 召唤系随着小颜技的实力大增 应该也有望突破到高阶 因此 莫凡需要下一个星河之脉 除此之外 莫凡觉得自己 很需要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领域 有领域和没领域 差别真得太大了 一般而言 正常一个魂种的价值 会在两亿到三亿左右 这样 魂种会比领种强上两倍左右 然后根据不同的魂种 魔法 也会附带着一些特殊的效果 至于 附带领域的魂种 价值 就得再翻夸张地往上翻了 根据赵满言这土豪的描述 一个领域魂种近拍的话 多数能拍到六亿天价 现在莫凡平日里的一些小鸡 小续 基本上要用来买领种喂小烟鸡 一个火系领种 就是千万价格 吃个几餐就没了 所以莫凡 现在是真的穷 也真的真的 很想念玲玲 给自己带来一个美味的大单子 好让自己看到领域魂种的苗头 你就说 这逆周的悬赏 现在多少钱吧 莫凡问道 这不是固定金额悬赏 你知道悬赏池吗 玲玲说道 不知道 什么是悬赏池 彩票你知道吧 就是这期没人中奖 那么奖金会累积到下一期 形成一个奖金池 同样的 悬赏也存在着这样的悬赏池 就是国际上有人发布 类似的悬赏 国际猎者联盟 会将悬赏金额放在一起 没有人完成 悬赏金额也不会退回 只会不停地累加 玲玲说道 莫凡这么一听 整双眼睛都放起了光芒 悬赏池 这世上 竟然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 莫凡都能够想象得到 自己整个人浸泡在满是金币的池子里游泳的画面 莫凝雪看着莫凡那兴奋激动的模样 莫凡是出于一点善良 不希望看见再有人那样离奇死亡 谁知道这事件 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悬赏池了 那钱的数额 感觉莫凡已经忘记 自己还是一名学员了 现在悬赏池是多少 莫凡急切地问道 世界各地一共有1325次对逆咒进行悬赏 不少是逆咒受害者的亲人发布的 也有事发地点的政府 协会 研究会所 慈善家族之类的发布过 金额一共是314570万 哦 刚刚又有人发布悬赏累计了 现在变成了3亿5千万 我买好了飞机票 大概晚上就能够到你们那里 玲玲说道 视频里 玲玲脸上虽然没有傻表情 可看她快速收拾东西的 态度就可以知道吗 她跟莫凡一样 兴奋无比 慕凝雪看着这两个猎人 臭味相投的猎人组合 也是哭笑不得 不过 不管怎么样 出发点是好的 但愿能够把这逆咒事情 给彻底解决了 不要再有人那样死去 莫凡 我们要是能够解决逆咒事件 我们就是四星猎人大师了 我的访问权限 会变得更大 能够接的悬赏 额度也会更高 玲玲关闭摄像头前 特意跟莫凡说了一句 照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 也能够成为猎王 莫凡不由地大笑了起来 猎王的社会地位 那是相当高的 莫凡知道 玲玲的目标 就是成为猎王 而自己更需要通过猎人 来赚钱 相信这个目标 在将来会达成的 玲玲 还真的比谁都积极 天还未完全亮 她就 乘坐着最快的航班 飞到了提诺阿亚城 而在飞机上 玲玲就准备好了 许多的资料 并将所有 已经被确认过是 逆咒死亡的人 制作成了一张电子图 从中寻找一些规律 可以肯定一点的是 死亡的人 全都是在靠近海的城市 河流 湖泊 大江中 都没有逆咒的案例 玲玲根本不会疲倦一般 那双圆溜溜的 眼睛闪烁着 终于又有活干了的光芒 这种国际大范围 诡异诅咒事件 短时间很难找出原因吧 莫凡说道 通过玲玲制作的电子图 来看 这种逆咒在太平洋 大西洋 印度洋都有发生 有趣的是 中国的海域 不怎么发生 其他国家 尤其是葡萄牙这一带 会比较高 哦 准确地说 提诺阿亚这座城市 是逆咒率最高的 玲玲说道 这让慕宁雪不禁回想起 那位老伯说的那些 单单是那个浅滩 就一共出现了八次 看来我们很巧 就在这个诅咒中心地带啊 只是这个世界之谜 光凭我们几个人 不知道能不能解开 莫凡说道 放心 我一定会解开的 玲玲眼中 带着几分猎人的敬业 与执着 非常坚定地说道 第988章 逆亡血中 莫凡和慕宁雪 负责走访 在这座提诺阿亚城市中 除了那个浅滩之外 还有几个靠近水域的地方 都出现过了这种秘咒 就像连环杀人案一样 往往都会有 某些共通点 通过这共通点 猜测凶手的性别 职业 可能人群 逆咒 是随机地发生在 那些海边的城市的人身上 可这不代表 这些逆咒死亡的人 没有半点关联 现在莫凡和慕宁雪 就是想从那些死亡的人中 找到这个关键 否则他们除了知道人 莫名逆亡之外 什么 可以追踪下去的线索 都没有 先去探访了那位老伯 老伯目睹过八句 想来 他应该会有什么发现 老伯有些神神叨叨 给莫凡和慕宁雪 讲了一个传说 说这是海界 海之神 需要人们向他们进贡 才可以保证风调雨顺 这传说 在莫凡听来 跟瞎编出来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祭祀 通通都是狗屁 做收人性命的东西 也根本不能称之为神 凡事都要讲科学的嘛 这都21世纪了 怎么还会有如此落后 封建迷信思想 我去问过那些亲属了 这个月死掉的那三个人互不认识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的照片 发现他们皮肤都偏晒黑 他们的家人告诉我 他们都比酷爱游泳 莫凡说道 酷爱游泳 慕宁雪一脸雾水 嘿嘿 我也觉得 这不像是什么线索 莫凡耸了耸肩 自从学了魔法 莫凡觉得自己更喜欢打打杀杀 动脑筋的事情 都有些不擅长了 走过一条摆满了 鲜花的窗子巷 莫凡看见一个男子迎面走来 他的手上拿着一瓶啤酒 脸上带着几分悠闲惬惬意 很快 这名啤酒男子注意到了 同样迎面走来的慕宁雪 嘴角浮夸的一扬 朝美貌如鲜的慕宁雪 吹了个口哨 眼睛更是直勾勾地盯着慕宁雪 肌肤光滑的锁骨 试图往更深处看去 你当我不存在是吧 莫凡瞪了一眼这个家伙 语气不善地道 你是什么东西 男子倒也是抱脾气 马上硬气道 滚 莫凡手一摆 形成一股空间之力 毫无征兆地朝着这名男子打去 莫凡也没下重手 就是给这种傻X一点教训 谁知男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身上迅速地卷起了一层水绸 保护住了他自己 空间戏 你是高阶法师 男子调起了眉毛 倒是对莫凡有些刮目相看了 吃到了还不滚 莫凡道 高阶也没什么 莫凡又是反手一巴掌 实在懒得听这个小流氓在这里废话 这一次 莫凡出手就更重了 毕竟知道了对方也是法师 反手之力打在流氓男子身上 男子这次是招架不住了 整个人顺着长长的小巷子飞了出去 摔落在地上 连手边的啤酒也摔碎了 满地的泡沫 这名男子倒也没有受什么伤 带着几分恼怒地站了起来 这家伙自知不是莫凡对手 用手指着莫凡道 小子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你等着向我跪地道歉吧 说完这句话 这男子转头就跑了 巷子复杂交错 莫凡还想把他抓来修理几下 结果已经不见了他的人意 闹肿 莫凡觉得 此人也是有点可笑 不用理会 他就好了 别在这种人身上浪费时间 莫凡雪对莫凡的行为 倒不是很赞同 你长得好看 很多人看你那是正常的 但当着我的面 还吹口哨耍流氓 这不仅是对你有些肆无忌惮 更是在挑衅我 我没把他打得满地找牙 已经是我心胸宽广了 莫凡坦荡荡地说道 莫凡总有他的理由 莫凡雪也懒得去跟他 反驳了 事实上 在莫凡雪看来 论流氓的程度 莫凡和那个家伙比起来 是有过之不及 走到了一片居民区 这里是莫凡和莫凡雪 要探访的第七家 倘若 还是指得出 死者们有一个 共同的游泳爱好这种线索 莫凡觉得 还不如回旅店去睡觉 到了第七家 走进他们 那缠绕着紫罗藤的小院子 莫凡忽然间 闻到了一股恶臭的气味 莫凡雪也嗅到了 不禁捂住了鼻 他有些奇怪 为什么明明这么小清新的院子里 会发出这么难闻的气味来 有人吗 莫凡走了进去 推开了那小木门 有人吗 你们家臭气熏街了 莫凡再喊了一声 屋子里并没有任何应答 莫凡和莫凡雪 不禁对望了一眼 莫凡步伐加快了一些 直接走入到了这个民宅的大厅里 你们 你们干什么 混蛋 竟然闯到我家来 我跟你拼了 忽然 院子外头 传来了一个有些小熟悉的声音 莫凡和莫凡雪转过头去 发现正是之前那位流氓气息的水系法师 这里是他家 莫凡和莫凡雪都有些哭笑不得 这世界 还真是小得不行 这是你家 莫凡问了一句 废话 我说你不要太过分 就算你是高阶法师 也不能因为多看了你女朋友机 你就追到我家来搞事 这名水系法师说道 你家有东西煮糊了 你没闻到吗 莫凡说道 水系法师深吸了一口气 顿时一阵干呕 之前 因为看见莫凡和莫凡雪闯进来 他都忽略了这股臭气熏天 怎么会这么臭 水系法师说道 问你自己啊 好像是从 这个大房间里传来的 莫凡 指了指一个完全锁着的房间 这个房间是从外面锁上的 甚至还把所有缝隙都给定起来 这在莫凡看来 就很不对劲了 除了 囚禁人之外 一般人不会这么干 流氓男子愣了一下 脸色一下子变了 他急急忙忙找出了钥匙 哆嗦地把那房间门给打开 房间门一推开 煞食恶气扑鼻 三人都不得不平住了呼吸 诺克 诺克 流氓男子大叫了起来 朝着房间里冲去 莫凡也跟了进去 但很快一幅实在令人恶心作呕的画面 映入眼帘 一时间有些失了神 流氓男子也傻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失魂落魄 慕凡雪更是转过脸去 有些不敢看了 莫凡见过很多惨不忍睹的画面 可眼前的这一幕 还是让他感到几分不适 屋子里有一个人 明显是被锁着的 看样子 也应该是被这个流氓水系法师给锁住的 但是 屋子里这人已经死了 他的手腕隔开 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鲜血被用一个铁盆装着 死人整张脸都浸在其中 溺死在血液之中 或许 已经分不清 他究竟是失血过多而死 还是溺死的了 总之他的身体一样泛白 一样 伪念 死状和溺咒完全地吻合 流氓男子痛哭了很久 看得出来 那个叫诺科的人 应该是他的弟弟 更悲剧的是 大概在三个多月以前 他的哥哥也是溺咒而死 也就是说 他家里已经有两个人 因为溺咒而死了 和我们说说情况吧 我想你比任何一个人 都想搞清楚他们的 真正死因 莫凡给男子买了几瓶啤酒 算是给他压压惊 男子一下子就灌了两瓶下去 显然无法接受这可怕的事实 诺科喜欢冲浪 我不允许 于是他跟疯了一样冲上来 对我又抓又毛 我觉得他有些神志不正常 便将他锁在了家里 坐啊 我没回家 打算关他一整天 好让他反省反省 谁知道他把自己淹死在邪里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 鲍比说道 这应该和你无关 不过 你家里出现了两个逆咒 确实很古怪 逆咒 在全球都有出现 可概率再高 也不至于发生在同一个人家里两次 你的哥哥和诺科 是不是有到过相同的地方 或者做过相同的事情 吃了类似的东西 莫凡认真的问道 他们总是待在一起 我是法师 很少出入家里 大多在魔法协会待着 大哥 经常带着诺科去玩 他们去过哪里 我也不是很清楚 鲍比说道 鲍比显得很伤心 说话也有些断断续续 莫凡也没好再问下去 大概只有等他情绪平静一些 才能够理智地分析出一些有用的信息了 莫凡和慕宁雪到了一旁 各自从对方的眼睛里 看到了亥然与不安 真的好可怕 慕宁雪低声道 是啊 我想这个诺科 应该也中了逆咒 正常情况下 他应该会自己跑向海边 然后逆死 结果很不巧 鲍比把他锁死在家中 让他的弟弟碰不到一点水 结果他的弟弟 用这种方式 完成了逆咒仪式 这已经不单单是疫病的问题了 还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 折磨和控制 莫凡说道 可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控制 会让一个人 把自己溺死在自己血里 慕宁雪说道 我已经通知灵灵了 这个现场先别动 我想这次事情 应该会给我们找到 逆咒的一丝 有价值的线索 莫凡认真的说道 如果说一开始 莫凡还带着悬赏的态度 在处理这件事 那么现在亲眼目睹 这无比悚然的一幕后 莫凡已经没有了半点 悠然自得的心态了 这到底什么诅咒 害人之急啊 第989章 谁母歹区 没多久 玫玫就抵达了这里 报比看见一个小少女 走进来 急急忙忙站了起来道 小姑娘别走进来 会吓坏你的 玫玫还是走了进去 那双犯着与年龄不符的 睿智光芒的眼睛 直接凝视着这血淋漓的现场 她靠近了一些 用手指搅动着那一盆 有些粘稠的血 随后又稍稍将死去的 诺科的脸抬起来 仔细查看了 一番 报比人都傻了 一脸愕然地看着玫玫 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先别通知警方 和魔法协会的人 他们来了 我们就找不到 我们要的信息了 玫玫交代了一句 我用空间系魔法 把这里隔绝了 味道也不会飘出去 莫凡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 玫玫指着铁盆边沿的 一些奇怪的杂物 疑惑得道 不知道 看上去有点像 皮屑之类的 莫凡说道 玫玫小心翼翼地 把那沾附在铁盆旁的皮屑 给收到了真空袋里 好带回去做一番研究 叫个手艺好的师傅 过来 解剖一下她的身体 玫玫说道 解 解剖 一旁的鲍比 立刻反对 这可是她亲弟弟啊 哪里能解剖 必须好好安葬 如果你觉得 给她办一个好的葬礼 体体面面地 入土为安 会比查出真正死因 找到真凶更有意义 那你现在就叫 魔法协会的人过来吧 那群庸才只会告诉你 以防万一 我们火化了她 玫玫义正言辞地说道 鲍比估计没想到 一个小女孩 你一样想知道 杀死你弟弟 和你哥哥的东西 是什么的话 那就按照她说的来 莫凡拍了拍鲍比 语重心长地说道 鲍比也不是那种 情绪化的人 她点了点头 只好将自己弟弟 交给玲玲来处置了 玲玲和请来的老师傅 在里面解剖 莫凡和鲍比 坐在院子里 一人手上一瓶冰镇黑皮 时不时对应一口 完全不像白天 还打过一架的样子 你大哥是怎么处理的 火烧了 莫凡问了一句 嗯 当天就烧了 魔法协会那边 一个老药师说 这可能是疫病 会传染 必须立刻烧掉 即便我阻止 他们也直接执行了 鲍比说道 你弟弟诺科 是什么时候变的 变的 有些失去神志 对 你是什么时候 察觉他有些失去神志的 莫凡问道 大概一个星期前吧 诺科脾气 变得很不好 我以为他知道了 他哥哥的事情 才变成那样 鲍比说道 在此之前 还有什么不正常的症状 也没有吧 很正常 假如胃口变得特别好算是的话 鲍比说道 胃口变得特别好 莫凡隐约想起了 之前探访的几个死者家属 似乎他们之中 也有提到过类似的问题 我家卢比以前还很挑食 近段时间 明明好好的 什么都爱吃 我以为他身体会因此 变得强壮起来 身体虚弱的小毛病 也会因此消失 谁知道他忽然间就这么死了 莫凡记得 其中一位死者的妈妈 是这样说的 雪雪 你再去走访一下 我们之前 走过的那几家 去问问死者们 死前食欲的这个问题 莫凡对慕凝雪说道 慕凝雪点了点头 立刻就行动了起来 风系的慕凝雪 走访起来也快 没多久 他就返回到了院子里 从慕凝雪脸上的表情 莫凡便知道了答案了 每个人食欲都大增 是平常的一到两倍 没有一个例外 慕凝雪认真的说道 这种细节的东西 警方 猎人们多半不会过问的 也不会觉得 有什么问题 但兴许就与这事有关系 莫凡翻开了 莫凡的资料库 电脑 仅仅针对死亡的食欲 这个问题 又进行搜索了一番 尽管不是所有的 逆咒死者的死亡记录中 都有有关食欲的这个描述 但确实在一些字里行间中 找到了其他 关于食欲的一些无意记载 食欲 这东西 跟诅咒有什么关系 暴笔 很是不解地问道 食欲大增 未必就是好事 尤其是所有死者 都没有因为食欲大增 而变化了体型 莫凡说道 正说着关于食欲的事情时 凌凡已经从那间屋子里走了出来 她看着坐在院子里的三人 眼睛里有一些光泽 有一些发现 凌凡说道 我们也是 当下 莫凡将死者生前食欲大增的事情 给凌凡阐阐述了一遍 凌凡思考了片刻 这才将她发现的结果倒出 诺科身体极其虚弱 就像一个十几天 没有怎么进食的人那样 她生前之所以 还看上去和 平常没有什么区别 完全是因为身体内部水过多 而肿胀的假象 这 这么怎么可能啊 暴笔怪叫了起来 诺科明明吃了那么多东西 身体怎么会宛如一个注水 空壳一般 这完全违背了常理啊 真是越来越头疼了 莫凡苦笑了起来 没法解释 这真的有些没法解释了 吃得多 结果身体 是饥饿无比的状态 一个人消化 速度再快 也没有理由这样 我觉得 我们已经有线索了 凌凌说道 说着 凌凌已经跑进了屋子里 将之前那满是血的贴盆给端走了 这让慕宁雪和莫凡都 非常的疑惑 拿那盆血做什么 凌凌找了一个过滤网 让莫凡帮忙拿着 莫凡按照她说的做 拿着过滤网 随后凌凡将那一盆的血 朝着这过滤网上开始倒 粘稠的血 顺着过滤网的缝隙流了下去 看那一旁的暴笔 心情复杂的难以言明 这小少女 未免也太彪悍了吧 她自己一个法师 看到这血淋淋的画面 都怕得要死 怎么这小姑娘 一点是都没有的样子 血不停地往下倒 莫凡正纳闷要发问的时候 忽然间发现 过滤网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这东西看上去像血块 但又有些柔软 似乎稍微用力一点 都能够柔软地 从过滤网下挤过去 这是什么 莫凡指着蠕动的血块 发问道 别动它 这东西很脆弱的 只要一离开了液体 就会迅速地死亡 玲玲交代道 莫凡立刻收回了手指 一旁的慕宁雪和暴笔 也凑过来看 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再去拿点水来 玲玲说道 拿了水 玲玲用水 朝着那蠕动的血块上胶 将它身上的血液 给清洗干净来 诡异的是 随着粘稠的血 冲刷下去 那蠕动血块 就跟化了一样 居然就那么地 消失在了过滤网上 怎么没掉了 莫凡诧异地问道 他还在 你们再仔细看 玲玲说道 莫凡低下头 仔仔细细地看着 终于在过滤网 原来的位置上 发现了一个 完全透明的小区 这东西 身体似水母一般柔软 但比水母更透明 几乎到了肉眼 看不见的程度 而它的形状 类似于蛆 大概比拇指大上一些 我从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慕凝雪说道 慕凝雪 也属于博览群疏的类型 这样的生物 真是头一次见 最重要的是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血里 难不成 所有逆皱而死的人 血液里 其实都有这种透明之躯 你们没见过很正常 它现在 是一个幼体形态 只有到了海洋之中 以足够的水分 作为养料 才会快速地长成 它们的真正面目 这个不好说 水母歹区真正可怕的地方 就在于 它们在幼卵形态 相当于 一个随意可塑的胚胎 基本上它们缠上什么 就能够慢慢地成长成什么 玲玲说道 你的意思是 这家伙可以长成任何生物 比如说撞见了赤妖 于是就会 长成赤妖 带到了海怪 就变成海怪 莫凡惊奇地说道 差不多 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 鲜活的水母歹区 晚上可以好好地 做一番研究了 玲玲说道 圆溜溜眼睛 掩不住那兴奋的光芒 那逆咒是怎么回事 慕宁雪问道 我不是说了吗 这水母歹区 可以成长成任何生物 这其中也包括了人 玲玲说道 莫凡和慕宁雪 都呆住了 玲玲这个结论 未免也令人毛骨悚然了吧 暴比一听 勃然大怒道 你 你瞎说什么 我弟弟和我哥哥 难不成是这种怪区变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 这只是推测 我得先做一番考证和研究 玲玲说道 有点夸张了吧 总不可能那些逆咒的人 原形全部都是这种歹区吧 就这样一个透明的水虫 可以幻化成人 还能够像人一样说话 一样行动 莫凡觉得玲玲思维也太发散了 说实话 莫凡也有些不太能够接受 话说回来 我刚到这里没多久 听说海边出现了一艘巨骨 玲玲问道 嗯 是有这事 莫凡应道 但愿不是这些东西所为 否则这座城市 估计要出大事了 玲玲沉着声音说道 第990章 逆咒之音 玲玲将那只水母歹区拿了回去 大概到了深夜的时候 玲玲又将莫凡 慕宁雪 鲍比三人叫到了海边 她的手上 多了一个非常小的平板电脑 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点 正处在正中央的位置上 你干嘛 鲍比看到玲玲打开了盒子 将那只完全透明的水母歹区 给放入到了海水里 水母歹区放在手上 都是肉眼难以分辨的透明 一旦放入到水中 更是完全和海水融为了一体 那些逆咒而死的人 之所以身上没有检查出任何毒 即生妖或者诅咒迹象 原因就在于这水母歹区 移放到水里 根本就看不见他们的踪念 玲玲说道 你的意思是 其实每一个逆咒而死的人 身体里都有这种歹区 他们遭受到某种精神上的控制 到海水里溺死 很快 这些歹区就从这些死者的身体上游出来 进入到海洋里 莫凡说道 是的 事实上 不少歹区体型还会比这只大很多 那些逆咒而死的人 身体会短时间内变得伪念 宛如身体所有的能量 都被抽空了一般 也正是由于这些吸收了大量养分的歹区 离开了他们的身体 使得 他们身体所有的养分 被彻底抽空 于是就变成了那幅可怕的景象 玲玲说道 玲玲知道他们三人 还对这件事感到费解 于是仔仔细细地 给他们彻底讲述了一遍 首先 这种歹区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寄生妖魔 他们栖息在海水里 微小如一些浮游生物 很容易进入到生物身体里 比如说 从人的口腔 鼻子 耳朵 之内的进入 应该在更早的时期里 这种歹区还没有出现 可以在人类身体里存活的种类 近几十年 才渐渐演变出了这种 潜伏在人类身体里的歹区 歹区 进入人身体里 沾附在胃的附近 疯狂地摄取人类的养分与食物 于是 那些中了逆咒的人 便开始食欲大增 其实就等于他们 不仅仅要摄取自身摄取的能量 还要为保身体里的这个歹区胚胎 歹区胚胎 在人的体内越来越成熟 已经不满足于食物了 不满足于这种 在一个小小的机体中 偷偷摸摸地摄取能量 需要到广阔无垠的海洋里 尽情地补充 这个时候 歹区开始蚕食人的身体 将人的大部分重要的身体机能 都抽到他自己的身上 算是大海旅行的一次存货 然后 这些可怕的小东西 就像中了逆咒的人 发出一种精神控制 强制他们前往游水的地方 尤其是海洋 一到海洋 吃得肥肥的歹区 就从人类身体中钻出来 这一钻 可以说是瞬间抽空了 逆咒着身体里所有能量 于是便会在短短的几秒钟内 死亡和伪念 然后这些透明的邪恶的小魔鬼们 就宜然自得地游入到大海里 开始了他们崭新的生活 玲玲 非常详细地 给他们三个人 讲解了这歹区的整个植入 气生 成长 脱离的过程 这让经常就入海 去游泳的暴笔 顿时 感觉浑身都发抖发了 胃的位置上 都开始进完了 仿佛里面已经趴着一个可怕的吸血虫 好可怕的生命体啊 正常情况下 根本防范不了 慕宁雪说道 妖魔 千奇百怪 有海妖 有山兽 有失物 有怪蛇 更有像歹区这种寄生妖物 它们往往肉眼不可见 在各大生命体中 扮演者小魔鬼的身份 悄无声息地夺取了它们的生命 我仔细分析过了 这种水母歹区 一共分成两个形态 第一个形态 就是我刚才给你们描述的寄生孵化时期 这个时期的水母歹区 其实相当的弱小 有那么一点磕磕碰碰 就会死亡 并且在人体之中的存活率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 即便有水母歹区 游入到人的身体里 也不一定就是中了逆咒 也不一定会死亡 但成功到达了那种 可以操控人精神的水母歹区 就类似于癌症晚期了 基本上无药可救 杀死歹区 被逆咒者 身体瞬间抽空 不杀死歹区 就等于奔向海洋 自杀 第二个形态 便是他们控制 杀死了一个忌体后 进入到海洋之后的样子 他们其实还是相当于一个 刚刚从卵中孵化出来的阴海 需要逐步猎食 成长 才能够变成完全形体 玲玲说道 他们的完全形体是什么 莫凡问道 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 我已经分析过 这水母歹区游体了 他们身上并没有任何疫苗 组织 所以我猜想 只有等他们经历了第二个形态 长成了完全体后 才可能有那种疫苗组织 玲玲说道 要是能够提取疫苗组织 立刻让国际魔法协会 在各大国家注射这种疫苗 那从此之后 就再也不会有人 被这种歹去寄生 也不会因逆咒而死了 慕宁雪目光 带着几分闪耀地说道 慕宁雪当初在崇敏岛的时候 就见识了林林的厉害 没有想到 他连如此复杂的国际逆咒事件 都能够分析得如此清楚 这让慕宁雪不仅感叹 莫凡是从哪里找来的 这样一个超级智囊 小小年间 智商未免高得太夸张了吧 那你刚才把那家伙给放走 就是想让他在海洋中成长 莫凡问道 林林点了点头 摇了摇手上的小平板电脑 开口道 我已经给他注入了跟踪印记 无论他游到哪里 我都能够准确地找到他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做什么 就静静地等到那小魔鬼 变成完全体 莫凡问道 现在 我们要做的 才是最为艰难的部分了 林林说道 追踪吗 暴比问了一句 追踪相比这个 要简单太多了 我们接下去必须保证 这只只被我们追踪印记的歹区 能够渐渐康康成长 我刚才说过了 这歹区可怕归可怕 但离开了计体 其实非常的脆弱 这种自己游入到海洋里的歹区 死亡率非常的高 能够进化到完全体的寥寥无几 所以 我们接下去不仅仅是要追踪他 更要保护他 确保他能够平平安安地长大 林林脸上带着几分笑容地说道